北市警方破获了一个犯罪集团 这个集团涉嫌成立经济公司 来吸收社会新鲜人当公关小姐 再用俗称柠檬CC的毒品来控制这些小姐 要求寻找下线 贩毒获利 一个月就可以获取50万元的利润 警方破门而入来到黄信主贤的住处 一进到房间里头桌上的东西散落相当凌乱 嫌犯也只有身穿内裤 看到警方来时显得相当的慌张 北市警方破获了一个以经济公司为幌子 吸收社会新鲜人来当公关小姐 在仲介卖毒的集团 经营的经济娱乐公司 以贩毒控制公关小姐 警方巡线来到经济公司 到场的时候还发现一名女子 正在厕所吸食俗生柠檬CC的 粉状摇头玩家K他命 嫌犯就是第一次免费招待这些小姐 用这种毒品用来控制旗下的小姐 在要求这些被害女子推销毒品 获取暴力 并对欲敌该帮之成员 施宜暴力拘禁 及伙同帮众开设档铺 这个集团还成立高利贷公司 涉嫌以每10天20分利的高利息 获取庞大的利润 就连旗下的公关小姐都深陷其中 如果无法偿还 就会囚禁被害人暴力相向 这个集团还特别设计了藏毒的内裤 就是要躲避警方的查记 不过警方还是带回14名嫌犯 并且扩大侦办当中 我们到备了 既然人曾经被 attributed 谢谢大家